今天给你们推荐的上分英雄 低端局遍地斗士 高端局十分罕见 人色外号 小鲁蛋 小短腿 小书包 为什么低端局常见呢 当然是因为它便宜啦 咳咳 因为它是很多小伙伴的入门英雄 简单的技能机制 不需要太高端的操作 梦新可以快速上手 同理 高端局罕见的原因 就是英雄自身的问题 没位移 身板脆 方干可能力弱 综上 最要命的问题就是 它没有输出空间 高端局一旦选出鲁斑 肯定是被对面激活的对象 马可阿里难抓的要死 操作失误还容易被反杀 但是鲁斑不会 鲁斑一抓一个准 但 一旦克服了鲁斑的劣势 它将是输出最爆炸的射手 没有之一 装备明文我推荐 攻速鞋 无尽 点刀 穿银弓 吸血刀 破晓 无尽 这套出装站入无地 我个人认为鲁斑不需要保命装 把输出打满就好 明文的话 三无双 七火源 十鹰眼 轻隐腻 三夺萃 鲁斑的技能机制 让它不需要叠太多的攻速 所以明文就以暴击和乌攻为主 前期往往能打出现霸的气势 先来说一下它的被动 火力压制 被动技能就是鲁斑的打法核心 鲁斑的伤害不靠平A 而是靠被动的连续扫射 它连续使用普攻时 头顶会出现相对应的数字 第五次时会掏出激光枪进行扫射 每次扫射会产生三段伤害 对于目标造成最大生命值6%加成的物理伤害 这边也给你们算比证 三段伤害分开计算 意味着一次完整的扫射 会造成敌人生命值18%的物理伤害 更恐怖的是 这个伤害可以随物攻提升 更更恐怖的是 每段扫射都可以暴击 所以鲁斑的伤害来源就是它的被动扫射 而且每次吃方技能后 都可以重置下侧普攻成为扫射 所以小玩号鲁斑就要合理的运用扫射